由花林县文化局办理的108到109年 花林县花林市盐平王庙文物普查建党 即潜力谷物研究调查计划 特别进行了成果发表会 24号上午是在16谷的盐平郡王庙进行 花东首次办理寺庙宗教文物的普查 特别邀请到了冯甲大学历史和文物研究所教授李建伟主讲 向16谷在地的邻里分享寺庙文物普查方式以及重要性 由花林县文化局办理的108至109年 花林县花林市盐平王庙文物普查建党 即潜力谷物研究调查计划成果说明会 24日上午在花林市16谷的盐平郡王庙 邀请冯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教授李建伟 以传统寺庙中的可移动类重要文化资产分析 寺庙文物普查方法与一二阶段文物案例为题 像16谷在地邻里介绍寺庙文物普查与调查研究的方法 以及各大庙与案例做分析 台湾的宫庙宇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台湾人对这个信仰非常非常重视 也非常非常的虔诚 但是我们对文化资产还有这些补物的保存 是比较没有听过大家来宣传和重视的 那这次我们希望文化局希望透过我们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李建伟李教授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深召这些 深藤这些 庙宇这些 或者是我们家里有些补物的话 是怎么样来去给它间谍 等一下给它去保存 局长这边立推的就是老建筑的老建筑的导流计划 这个文化部也有特别的专案下来 那如服务啊 文物也是一样 这个都可以经过文化局做一个亏首 去跟中央森林经费下来盘点下来保存下来这个补修 那我们也希望那么在地的一些文物美跟这个服务美 能够延续的来进一步的来了解来做补查 让花蓮的公共财能够让下一代更去珍惜 更去了解到文物跟对服务的一个价值 主要我们相关的成果 其实我们其中报告已经通过了 那也发觉出一些我们过去所认识到的一些新的现象 那相关的我们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寺庙中的这些可移动的文化资产 可能被保存的一个基本概念 花蓮市十六谷盐平均王庙 创立于咸丰元年 与花蓮早期汉民族开墾息息相关 历经清代日治及民国 庙内保存许多相关珍贵文物 李建伟与陆西文史工作室负责人 庄盐域的专业团队 受文化局委托执行计划 针对盐平王庙 具有文化资产价值潜力的重要神像 令奇奇匾额等15件文物 进行科学性检测 逐一盘点列表 这是花东首次办理寺庙宗教文物普查 也期许将来能有更多本现历史悠久的庙宇 加入普查的行列 记者蒋邦彦华联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